欢迎收看小熊老师片子教数学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个对数的运算法则 那对数的运算法则到底有几条不是重点 而是说我们学了些什么 我这里有一个第0点,为什么我要写第0点呢? 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教材 它并没有特别的把它当成一条规则看待 但就是说它符合在我们学会的对数 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懂这件事情 它很重要 如果Y呢 它是A的X次 那就代表X是logAY 就说A要X次是Y 那X就是那个 A要几次是Y的那个值 A要几次是Y 就是logAY 对不对? 所以Y如果是A的X次 那么X就会是所谓的 A要几次是Y 也就是logAY 那你就会发现 所以Y等于A的X次相当于X等于logAY 它就会跟Y等于logAX 刚好具有XY互换的这个关系 好 那也就是说 我假如今天有一个函数 Y是2X 另外有一个函数叫做X是2Y 它们两个函数就会刚好 互相能取消对方 因为X等于2Y这个函数呢 这个式子呢 会导出Y等于2分之X 那我们从这一条导出这个的过程 我们是不是在对于这个乘两倍进行反运算 得到2分之1倍 所以我在这里进行了乘两倍的反运算 而我这个就是乘两倍的运算 所以它们两个会互 这两种运算 如果你接连的做 就会互相抵消 那这样子我们就说 它叫做 這两个函数叫做 互违反函数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Y等于2X加3 这是一个函数 F of x F of x是2x加3 另外一个函数 他是 我说他是X等于 2y加3 那说可是我们等一下 我们要把它导成 y等于几个X怎么样嘛 对不对 所以来吧 先减3 再除以2 所以你就会有一个是叫做 y等于 我们叫做它g of X 它是 2分之的X减3 也就是说你给我一个数字 X 我会把它减3之后再除以2 这个先减3再除2的流程 是刚好和先乘2再加3的流程 是颠倒的 比如说我今天带一个5进来 X如果是5 先乘2再加3 y是13 接着我把13带进这个里面 13减3再除2 又变回5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你在这里所做的事情 在这里全部都反着做 所以又取消掉了 所以这样子的两种计算 我们就说它是互违反函数 好我们再看一次这两个函数 这个y等于 我们今天假如a就是2好了 y等于2X 这个运算在做的事情是 你给我一个数字 我告诉你2这么多次是多少 对不对 所以你给我一个数字吧 假如说是这个5好了 那我就告诉你 y等于f of x 如果是2X的话 那么f of 5 就会是32 2的5是32 对不对 OK 好 那 y等于g of x 如果是log2X的话呢 这个运算要告诉我 你告诉我一个数字 我跟你讲2要几次是它 所以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把刚才的32给我 我就告诉你 g of 32 也就是 log的a32呢 2 232 我们现在a12 2要几次会是32 答案就会是5 就会回到一开始 你给我的这个数字 因为这里在做的事情 跟我这边在做的事情 是相反的 所以 a的x次和loga x是互为反函数 然后 这一点 我们在上一集 有特别强调 a如果刚好 loga b次就是b 因为这就是loga b次的定义 a要几次会是b 那像a 就是这么多次 所以它就是b 然后 那根据指数率的定义 我们可以了解到 如果 log不管a是多少 帧数是1的话 都是0次 因为任何数字0次是1 任何数字要自己的话是一次 然后任何数字要导数的话是 负一次 可以吗 那当然你也可以再多加一个 任何数字要它的根号 平方根的话是2分之一次 在这也可以提一下 就是说 所以我们这个log的计算呢 它的底数有规定 也就是跟这个指数那边一样 你的底数一定要 大于0 而且不等于1 那你的帧数一定要 大于0 就是我们的底数不能放负的次方 然后我们的帧数一定要是正的 因为你正的东西次方也不会变负的 那于是呢 这真正我们要介绍到的算是计算规则的 只有这个啦 那这个在高1的时候 其实以我所知好像不算是在这个高1一定要学到的 但是我们先学一下 因为你只学这个很简单 因为有助于我们去进行后面的教学 来看一下 如果两个log它底数相同的话 同底数的log相加的时候呢 那它的帧数部分会乘起来 同底数的时候log相加是帧数相乘 那这里先说明一下为什么 就是说 如果A三角形次是X A框框次是Y 那么X去乘Y 根据指数率就是A的这两个相乘 三角形次加框框次 对不对 好的 那A要几次会是XY呢 那你的答案当然就是三角形加框框嘛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不管这两个符号 说A要几次会是XY呢 那个答案应该是logAXY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三角形加框框在这里就是logAXY 而三角形呢 因为A这么多次是X嘛 所以三角形其实是logAX 框框其实是logAY 所以你就发现了logAX加logAY 会刚好等于logAXY 那我们以实际例子来说 就是这个log23加log25会等于log25 就说2这么多次是3 然后2这么多次是5 那它们合起来呢 如果今天我拿3乘以5 这个会是2的这么多次 这个5会是2的这么多次是5 乘起来呢 就会是2的这个乘这个次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我说3是等于这个 3是等于这一整个 5是等于这一整个 这一整个就是15嘛 可以按个暂停看一下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我们到高二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大量的练习 然后会让你们熟练到 你要能够倒回去想 就是看到用成的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变成两个相加 那除了加的可以 那个log相加可以同底数的时候 增速相成 如果相减的话也可以增速相除 那证明过程是一样的 我在这里就不重复讲 来这上面这里还有一个 刚刚log提到 log我们在写的时候 以实为底的时候 是可以不写的 所以你假如看到logA 没有写 在台湾 尤其在高中阶段 它是代表以实为底的 那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在国外 尤其在大学以后的阶段 是不一定的 有的叫 国外有的教授喜欢 把那个 以自然常数为底的 写成log 那在台湾 以自然常数为底的 会写成一个叫做人的符号 那不过这个不是台湾特有的 就是说国外这两种都有人写 这两种都有人写 那 只说在台湾这边 我们是这一派的啦 然后 如果以实为底的 才是写成这样子 以自然常数为底的 是写这样子 其实就是说 因为你到了比较专门的领域的时候 重点是看你写的文章的人 看不看得懂吗 如果你们那个领域 你们那个领域的人 你们那个系 全国的那个系 都是这样做的话 那大家都看得懂啊 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多数学符号 每个国家有的时候用的用法都不一样 那到时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问题 就是大家自己彼此知道 国外写法跟我们不一样而已 所以这个不写的时候 是以实为底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有一个例子 如果底数不写 这是以实为底的 漏个15 那因为5是10分之所以他就可以被拆成是 漏个1010-漏个12 这个10可以不写 就漏个1010-漏个12 那漏个1010是1 因为10的一次是10 所以结论就是这样子 漏个5可以被写成1-漏个2 可以吗 那当然也可以像这样子 把漏个20拆开来变成 因为10是5乘2 所以他是漏个25加漏个22 就是漏个2的5乘2 所以他会变成 他就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漏个22是1 所以就会变成这个 OK 那么在这一集的最后呢 就是让大家去记一下 这个以实为底的三个很重要的漏个值 那我都会建议从高1的时候就记一下 反正你念一念忘记了 高2再看一次就复习 漏个2是0.3010 也就是说 10要几次是2 0.3010次 当然他是无限的 这是取四位的近视值 然后这个漏个3是0.4771 漏个7是0.8451 也就是10要几次是7 10的0.8451次是7 这样子 把这三个都会跟学生说 这个抄到笔记本上 念三 抄三遍 抄三遍之后呢 将念过去 念一遍 好的 那我们这一集上到这里 好的 那我们这一集上到这里 我们这一集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